好,歡迎大家收聽新一集的動漫萬歲,又是我阿森 是,我正在說的,Sikki 好,阿妹 那,照說回收聽方法啦 在Facebook搜尋電械Otoss,找到我們的專頁 我們會定期更新的節目 另外當然有這個YouTube頻道,希望大家都訂閱收聽 最好按鈴鈴,留意動態啦 另外還有這個電械Otoss綜合討論區 他也說在Facebook,歡迎大家一遊跟我們一起聊天吹水 來到今集也是一個定番節目 就是講這個2018年的十月新番 是平成的最後十月新番 這個也是挺有紀念價值的 這個時候女者不在,我們是不是要聲討她 他好像今季都沒有什麼可以說 但其實不是的,比起女者,阿七爺在開咪之前 他聲討了我那時候 你可不可以看一些正常一點的東西 我怕我們選一個題目也叫做十月新番的介紹 不是十月新番的Soulry或者什麼 你有些努力,我應該要反省一下 我應該要做十月新番的事 你要多給點黑熱情和時間 我也很有時間 太多的東西都要很浪費時間的,你知道嗎 因為你這樣是侮辱了我的信賴 你不會覺得信賴會發生很嚴重的時間 我認同的,我之後會找回一些正常的東西 不過我也有看正常的東西 不過今季比較少一點 我會再找多幾圖看 差不多了,暫時 大家翻早數量更多 何況今季好看的都比較多 所以我們都比較少來講 統稱這個神仙打架又再一次 是啊,也是的 今季,因為多出名 本身這套東西出名 又或者出到來比較爆的都比較多 所以我們都盡量去選 另外也要事先申報就是 有一套,我們的台上 出名叫什麼圓谷打手 SSSS Quidman 我們是會另外分開處理的 沒錯,我們是不會放在這裡說的 我們會隆重其事去處理這套番組 我們之後要怎麼處理 我們之後要談一談之後 再出相關的集數 好,那回來新番 一個先過來,誰先 你先吧 你先吧,你也沒有劍用 其實我幫你開了個頭 大家知道我是重度的 你也沒有劍用 你沒有劍用嗎? 你拔到劍沒有? 你 有傘 有傘不行的 有傘都可以的 傘用來打喪屍的 打刺客都可以的 大家都知道 大家講到這樣都知道 這個刀劍神域的新一季又來了 就是今次這個Underworld編 傳說中這篇附近最長的九卷小說 還沒計算那些 中間的田洞洞那些 200年洞洞的劇情 製作組也都 製作組和A1也都 聲勢浩大力都說明這套 會用連番的方式來看待它 就是它拆開四季去播的了 我好像在香港想的 那個slogan叫做 英雄 再次不劍 厲害 第一集就沒有劍了 我就是讀slogan那個 沒有看過導演 各方面都很喜感 大家都知道 我是刀劍神域的粉絲 當然要看 所以說一下班底 我覺得值得說 因為其實今次的班底 就轉了監督 就轉了小野河做監督 其實我覺得小野河做監督 依然監的東西是好看的 那怎麼說好呢 是不是素材問題呢 我怎麼說好呢 你想說什麼 其實現在的估值做到現在是第幾集 第三還是第四 第三集 我暫時去到第三集 就還沒進氣很大 其實我覺得看那幾集 除了一開始第一集 那個經典的鏡頭之外 其實我覺得看上去的觀感 沒有之前的莫頂 因為可能還沒到同樣發威的時候 還沒發威啊 他現在沒有級別的 你明白嗎 就沒那麼惡頂 除了第一集 那個拔劍鏡頭 是比較 那個拔劍鏡頭 我覺得是好笑 為什麼好笑 那裡 其實是好笑在見 其實是好笑在 他想拔劍 但沒有劍給他拔 然後他可以無表情 放一隻手下來 那一刻 我覺得才是最起急 我覺得 如果跟我講 他如果有一點點 哎呀 拆了 有點驚訝 我都覺得不是太好笑 但他無表情 放一隻手下來 我就覺得好笑 而且他這個鏡頭 到他被人打完毒針 入到Underworld的時候 他又再做一次 哈哈哈哈哈哈 而他同樣都是很冷靜 嗯 是啊 我沒有劍 然後放一隻手 我每次看到他做這個動作 都笑了 我停不到 真的很好笑 然後 每一次 還要 我已經忘記了 每次忘記了 他一拿起劍 一砍那一刻 他經常都要做到 他眼神很凶狠那一刻 那一刻 分鏡我都是忍不住笑 真的很好看 這件事 不過 看到整套東西 我認真一點說 其實作畫方面 都反而 現在就調整到 跟回去 這個聚烈爭戰那種 那種的作畫 那樣 樣方面調整到 跟別人大了 其實我覺得那些作畫 好像是再穩定了 比起前兩季 就再漂亮一點 那除了 除了阿里斯的頭髮 我覺得那個質感 有點怪怪之外 其實其他東西 都沒有什麼問題的 那 那 暫時這三集 其實都是說他 怎樣被人 踢了在Underworld裡面 然後開始跟 有個性 然後撞到 那樣的劇情 暫時沒有什麼特別 唯一可以說說的 就是其實他改編 但A1改編 都仍然是 對SAO的改編 處理 都是比較有心 比如第一集那裡 就有個位 特地說到他們 去 在GGO那裡打架 玩那個吃雞毛的 其實原本 小說是沒有的 但是如果真的跟足原著組 他們就長時間在咖啡店 設定 設定了半集 可能都知道這樣會太悶了 所以中間就放了一段 他們打指指我 的條段下去 我覺得 依然是看到A1 對這套作品 是非常之重視的改編 為什麼我要提小野鶴的名字呢 因為小野鶴以前 被譽為是很難度的 在境界上的地面線 也是很繁複設定的東西 但是他動畫多兩位 其實他調整得不錯 就是他交代一些設定 但是又會令到看動畫的人 實際上是做了什麼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說 他這一張的設定是很繁複的 其實轉了小野鶴 其實我會是有 一個監督能力上 我有點期待 或者他會怎樣監討 其實看這三集我都看到的 因為呢 比起前兩季那個花 用時間很靜態地交代設定的畫面 是繞了的 就算是上設定的時候 他也會盡量加些東西 加一點點動態去補足 讓你不要看得那麼辛苦 是看到那個功力在那裡 他是有盡可能 在這個素材之下 盡量令到事情變得好看 所以接下來 到底他斬樹要斬多久呢 根據L妹說 應該接下來這一兩集會處理完 但是我不知道 但是其實我還想你斬樹這件事 很多人都笑 但是其實 我覺得斬樹這件事 其實是有點意義的 其實斬於這個系統的框架下 其實斬樹這件事是有意義的 我覺得他本身是有意義的 但是他怎樣說呢 他表達出來 其實只不過是斬樹 變成斬樹 那個那個 那個 我怎樣說呢 他看小說的時候 你是會覺得 做什麼啊 你用斬樹 去說他 他 UGO他們作為NPC 怎樣去突破他自己在NPC的界限 你是覺得小而科了一點的 好像 不是 其實你看到 我劇透了 沒所謂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 這麼久 不要緊 還有其實他 我感覺斬樹 原意是有點心機的 因為 邱吉是一直做的 他理論上 永遠沒有可能完成到的事情 但是他 其實他一直有毅力地去做這件事 本身都見到 他是有個性格優點在這裡 最後他突破到這件事 開始 用自己的意願 和和人搭上征途去救這個愛麗絲 都見到 就是會見到 是想這樣去描寫這個角色的 但是 很明顯 以他的能力 和最終表達出來的效果 都做不到這件事 是可惜了一點的 其實我希望他動畫 如果他有這個 攀架 架構圓 我希望他動畫 可以把這個 原意可以帶出來 其實 改編動畫 又說得很差 改編動畫 其實 要做到的事情 要超越到原作 去改善原作原本有的漏洞 和強化原作應有的優點 就是 理想的狀態 就應該要這樣 所以就算素材 原本素材不是優肥 我都希望他可以扭轉到 我都期望如果他接下來的 集數的推進 是多些放在優吉歐的成長 我覺得可能這套東西 就會沒有那麼難受 那就儘管看看 難一點 因為之後去了那個 什麼大城市 之後 入學完之後 他又要去追求 我相信是可以的 因為我之前見識過 百根首說的能力之後 我相信 只要劇本的能力 是足夠的 可以扭轉原作的一切架構 你說那個是壞的方面 但是 效果都一樣 他都會把主角 踢在一邊 然後第二主角 突然變成正主角 所以我相信 只要劇本構成 是有這樣的意願 絕對可以做到的 其實沒有人 其實我又真的不介意你改 我不知道其他 我不知道真心粉絲 那些很重度粉絲會怎麼想 我就不介意你做這些改動 如果你真的改到UGO UGO可以很有表現 那我又真的不虧 因為UGO本身是一個 挺好的角色 他慘是慘在 吃了蟲 就是蟲人要威的部分 他就吃了不好的東西 對 他硬塞了所有 塵的地方 都要他負責做完 是很慘的 這個角色 你說UGO死得好看少少的話 我想我都會 挺喜歡的 如果你這樣說的話 現在轉了一個比較好一點的監督之下 到底會不會有勇氣去做一些特別的改編呢 我們儘管留意一下 都不特別說太多了 都成死鬼了 不知道什麼時候才看完 大家慢慢看下去 差不多了 到我了 自古而來的動畫 總有兩個版 一定不會死人 一個是藍梁花 一個是狗梁花 要接著我來介紹的 就是金鏡的狗梁花 是的 就是這個 女生在這裡 那蘇州市就等我近了 其實我真的很不想介紹這個人 哦 是 是 是 謝謝 謝謝你無意義的掙扎 是的 就是這個 只要別西哥大小姐喜歡 迪華 這套就是 十月的狗梁花 其實狗梁花 我覺得 沒有什麼可以很大的介紹 或者很強的區域 因為始終是今季是高手雲集的 十月翻 其實這套 我覺得 在十月翻來說 都不是比較不亮一套 這套其實故事 Kanga就是講 那些惡魔 自從這個天界戰爭 墮落了地獄之後 他們就在地獄裡架構了一個 叫做 萬魔殿的 類似公務員的體系 這個故事就是講這個公務員的行政長 公米西方 和他的特首扮助手 我忘了是木林 日常的一些 狗梁的生活 和一些其他惡魔的狗梁的生活 就是 有沒有一集說到他宣讀市政報告的事情 沒有 其實他雜雜都是做一些事情 不是很知道他做什麼 但我小時候就說 扔印扔印 和和天界有這個外交活動 什麼啊 小炎王 那樣 對 類似是做這些事情 其實這套 我覺得他的設定框架 就不是我做的 因為其實他沒有以前 阿成哥胡斯那套 用這個地獄的筋 用得那麼多 很多時候他都說 這些人的名字是一些惡魔名字 其實隨意之外去做的事情 其實都是一些很日常性的 日常翻的一些事情 就是 出街逛逛逛 暫中有一些很狗梁翻的 壁凍情節 但是整套東西看下去其實是幾舒服的 就是有一點點叫做 難民翻的狀況就是 你下班或者上班前看 這一看其實是幾輕鬆的 是 是 是 還有還有什麼可以說多些 讓我先想想 真的沒有什麼可以說多些 其實我想說 但是說得太多 我就覺得 某個角度來說 太多的時候 我都不說得太多 所以如果大家 今季想看一些比較輕鬆一點 不用說很緊張刺激 或者笑爆肚的 純粹是看這套動畫 我可以看完之後 可以半身微笑一下的話 我就會建議來看這套 至於它被西方輕鬆的話 嗯 是 是 是 下個 七爺話那麼快 那就到我了 是啊 等一下 你知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這些 這些交給女者講 才可以講到一拍的 哈哈 其實我不想太黑銷 主要是 我多些就很黑銷 我相信這套七爺話都講到一拍 但是七爺話不講而已 是啊 我不想太黑銷 是啊 那到我了 那 即是黑又來到 反轉我平時口味的時間了 哈哈哈哈 我今天要說 珍寶精這次與我無關 這次就與我無關 這次是我自己看的 是啊 阿森是異世界的王者 平時阿森才是異世界的王者 對 今次 所有異世界的過去和未來都知道的王者 哈哈 哈哈 阿森 哈哈 哈哈哈哈 我異世界成為魔王 哈哈 這次是我自己找來看的 就與阿森無關的 其實應該很多人都很激烈 是啊 是啊 未有動畫 他還在網上 而在街上 其實已經很多人都很看好 還有漫畫打出的時候 也有很多人看 也有很多人說的 那就是 關於我轉身後 成為史萊姆的 這件事 是 阿森王 阿森王 以前阿森王就是屬於小英的 這個整號 初代文王 初代文王就是小英 現在今世代的文王 就是這個 史萊姆利姆路 是的 主要故事就是什麼呢 就是有一天 一個叫做三上五的 打工仔 打工仔 有一天 就在街上 跟他的後背 被他的後背 曬著女朋友的時候 就被人家拿刀捅了一下 那死了 那時候 就不停在想著 這一世 啊 我又未畢業 我又未同精畢業 我現在都快要四十歲了 都已經跨過賢者 就是做大賢者了 然後 就不停在聽到 有一把聲音 就不停在跟他說 你獲得了什麼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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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當他閉上眼 再醒來的時候 他就已經在異世界 成為了一隻史萊姆了 是的 是的 有件事很重要 你要記住 他臨死前對他後背的遺言 記得啊 不要看那部電腦啊 然後把Hudis放進去 要毀滅那個Hudis啊 他去了這個異世界 後背有做到很感動 他就沒有遺憾 轉身去異世界 或者是屎萊姆 對 成為了一隻屎萊姆 究竟有什麼好看呢 就是不是那些轉身系那些 但是他不同的就是 平時轉身系都是一個男人轉身去 然後就龍奧天色 很強 然後一堆女人跟著去 但是這次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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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隻屎萊姆 只是外表我已經覺得贏了 對了 還有我覺得動畫組是很用心 其他東西可能就未必弄得這麼漂亮 但是屎萊姆的動態 他們就很用心去畫一隻屎萊姆的動作 EGL 那種彈性軟綿綿 但是有時候又軟做一劈 那種質感 反對反對反對 這裏我有點反 我覺得不行 我覺得他應該要再3D感多一點 因為我覺得他 我怎樣再3D感多一點 即是沒有那種很晶瑩突透的感覺 即是可以混一些色混軸一點 我覺得他很實 他很一塊東西 沒有那種晶瑩 即是透的感覺 我就覺得有些 不太能領略到民主 所以我自己就 即是感覺是 他像是一坨鬼口水 多於一坨透透的感覺 是的 連啫喱都覺得他 我覺得他是一塊趙元的香後膠 你這樣說 那隻色也是的 但是他動態上 我覺得他已經很足夠 是一隻史萊姆的動態 顏色逐了一點點 但是動作我覺得是OK的 我相信再透一點 我這裏有點不太滿意 暫時我看了兩集 是 那都去四集 暫時 現在就說到他去到史萊姆村 帶領這個史萊姆去 什麼啊? 帶領哥布林村 抱歉 帶領哥布林去 去提升他們的文明程度 暫時就這樣發展 還有 基於我看完動畫 做到大約第二第三集左右 我就走去看完現在文庫版 我又重覆了一次 這個 《谷程師》那時候 挺動作 但這次應該開心一點吧 這次開心很多 最主要就是 《谷程師》去到後面 其實都是很流水漲的 是 但是 史萊姆這邊 是有東西看的 有東西看的 最主要是看什麼呢 我想大家不要 就是 看這套東西的人 你可能第一第二集見到他 哇 你這個大元姐這麼屈肌 然後又不斷學到技能 後面又是無雙地打的 然後 但是 不要太介意戰鬥方面 因為這套東西其實 重點不在戰鬥 是 邁民 重點在於 邁民是其中之一 最重要的重點就是 其實這套東西是 看利暮魯如何去建造他的國家 是 是 是怎樣去看他玩sim city 是 就是史萊姆將成為王的故事 沒錯 就是看他怎樣 呃 呃 呃 企劃他的城市 然後企劃完他的城市之後 究竟拿些什麼來跟人類來做交易 然後之後 怎樣去發展他的國家的旅遊業之類之類呢 這個才是這一套東西的重點 當然中間都會有戰鬥的過程 是 是 但是重點都是 在於 利暮魯如何去實現他想要的世界 是 還有我覺得 阿里姆佬他 就算用暴食者的技能 用得有技巧一些 都相對用得 就是 他不是那些什麼二世界手機 他就是 射到 按個按鈕 一堆破滅魔劍師 就下來 收工 他不是 他有詳細 是有個 相對有個 細緻一點的設定 跟你說他怎樣去 去用這件事 去應用不同 再應用他不同 暴食回來的技能 去做一些很屈肌的事情出來 這樣 相對地 看得舒服一點 還有你覺得這個世界很多的設定 很多的怪物 或者那些人之間的關係 是有用的 而不是純粹 寫出來 給主角 用來fuck up世界 用的 他不是 是啊 他是比較 有心機地去設計世界觀的 是啊 還有利暮魯那種 那種反應 對那些人的反應 我覺得看得挺舒服的 就是一個 打工仔 有時候看到那些人 譬如他對捕一下好一點 就覺得 想起以前自己對捕一下 好像這個人都不錯 所以就幫他 就是 他這些普通人反應 是普通上班族的 那些社畜的反應 就相對地 相對地 比起其他少年去到異世界 然後到處吃女兒 然後到處亂 為所欲為 就相對地有些 有些不同 他令到 是有少少不同之下 這件事已經有趣了很多 也都 他真的相對 作者是有認真去處理這些設定 情節上面相對有細心 所以整件事已經很不同了 再加上主角 因為主角變了劈屎萊姆 再加上升優的關係 真的沒得輸 其實只是看他都可以 其實 你有保留 我有保留 我對於江少美保 即是你老母 是的 你沒有老母 真的很順口 如果說你老母的話 我對江少美老 陪你老母 其實我有少少 不太喜歡 因為我覺得 感覺也是很裝 很裝 很裝出來的 很裝出來的感覺 我覺得很不自然 扯行把聲去配那個 我覺得很不自然 但是 終歸都是新人 所以 我不會說很大的要求 就是說一定不行 因為他是新人 他不是做的 很多年都做 是一劈屎 不是一劈屎 是做了很多年 都是只有一個款 他始終都是新人 所以我不會說很高的要求 但是我覺得 還是有少少很裝的感覺 所以 這裏又令到 我不是很領力到 民王的民署也有令我 有少少 瑕疵 我覺得 有待進步 有待進步 我覺得 以暫時來說 他的表現 也不是太差 但是 是自然的感覺 也是 因為 他有時候 譬如 最新的一集 他跟矮人 哈哈哈哈 我好厲害 哈哈 他那個 哈哈那個 是真的很故意拉高來笑 特別是 他假裝奸角的聲音去兇人的時候 就更加感覺到那種假 和扯行的聲音去說話的感覺 還有 再說多一點就是 有時候我覺得 他跟對話 那些場景 有點不像對話的感覺 有點像 平時 他跟他的吞噬者 那種很自然自然的感覺 有少許 哦 這個是 你被明治說過的東西 就是 自正康源 但是 不像同盟在說話 不像同盟在說話 有些 我覺得的問題 你覺得 幾乎沒有口音 好像很正 不是 不是 純粹是 不關咬子 正不正 是那個說話的感覺 不像同盟在說話 就是那個 很流順 當你一說話 很流順地說一句話的時候 沒有那些很適當的 停頓位 或者那個拉音 你就不像同盟在說話 好像是背書 有些感覺 我覺得 都同意的 沒有時間可以再說一套 我打算再說一套 多重要的東西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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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糟了 突然找不到名字 哎呀 蒸得那套叫什麼名字 突然找不到名字 哪套蒸得哪套 結成有奈作者 那套 哦 那套什麼 啊 我也忘了那個名字 剛才我看到那個名字 突然找不到 那套什麼 Release the Spice The Spice 尤利西斯 尤利西斯 尤利西斯蒸得宇煉金騎士 是的 我記得那個名字 這套其實就是 以前 都做過動畫的那套 戰角信長 是的 有奈 有奈 是否信內 積田信內 是積田信內 積田信內 那就是同一個作者的輕小說 現在再讀馬法 那其實整體架構都跟積田信內一樣的 就是把一些歷史人物 就 鋁體化了 然後再跟歷史的準則去演變 去講一個故事 而這套其實就是 這個 英法八年戰爭的末期 就是正德末日的時代 那就是 把一些角色 鋁體化了 例如 是不是 亨利還是查理 亨利 亨利幾十年 我忘了 亨利五世 亨利六世 我明明有找過 知道大家的性命 總之就是 將正德那段時代的歷史 例如 這個 法拉西的 泰斯 變成一個女人 之後 正德肯定是女人 然後 老好人查理 那些 又是 做女人 去講一個歷史故事 其實 它有些 改編 我覺得 都幾有趣 例如 這套作品 主角其實就是 法拉西的元帥 就是我們大家都很熟悉的 特眼佬 這個 非系列的特眼佬 那個 痴線佬 就由它做主角的 這套 就說 其實它就是這套 這套的角色 其實就是一個 鏈金術師 而鏈金術師 其實它就有個 賢者之石 當它提煉了一種 魔藥再配合 賢者之石 就可以 令到別人去超人化 這個超人化的對象就是 貞德 所謂貞德被神家戶 這件事 它就用這樣的方法去詮釋出來 是的 所以就說 但是它又說 其實這個方法 其實是不會被教會承認的一個方法 是一個 將人去 惡魔化的方法 這套其實就賣了日後的 貞德會被人審判的復筆 而這套也有一點 服務成分 就是提煉的魔藥 究竟是什麼呢 提煉的魔藥 其實就是男主角的口水 每次 阿貞德要這麼超人化的時候 他就要跟男主角 KISS 獲得大量的口水 才可以成功波人化 哦 就會激活的能力 是的 有時候就說 因為其實平時都是很需要口水的補充 因為口水的補充不足夠 真的就會渾身刺激 就要學求男主角的口水 就有些服務性的情緒這樣 但是現在做到三集 我未至於說很差 但是我有一件事 我覺得它真的做得不好 就是可能它很想很盡快 就是將這個故事投入到 證德去反攻回英國這個情緒 所以在前半段 這三集來說它都做得很快 首先第一集因為證德還沒出場 因為根據歷史上來說 其實這個八年戰爭的後期 主要是環繞著英國和法蘭西的王太子 去針對法國法蘭西王國的王位的正統繼承 第一集很快就解釋了 因為亨利五世成功打倒了法蘭西的大軍 然後得到法蘭西王國的繼承 第一集很快就把這段歷史去快地交代 其實你看未必會跟到它的進展 究竟發生什麼事 到第二集 再帶著男主角去到農村找到征德 然後將征德沒有人快 又是很快速 到現在三集來說 我也覺得它進度快到有點離譜 我覺得 即是想快點進到正式打仗 反攻的橋段 是的 但如果你這樣 其實我覺得 如果沒有什麼底的話 其實不太知道歷史的進展 其實你未必會跟到發生什麼事 是的 都認同的 因為這段歷史是比較吵架的 如果你前面說到那些牙齒印 那些前置的設定設定不好 後面的事情發生 你未必會很有感覺的 還有有些事情 他作畫上 我覺得他也是很努力想盡量畫好一點 但是那些動作人物打鬥是動的 但是 出來的效果又不太好 我覺得 是的 即是他好像很努力地動 但是好像那些人都不為了佈世 是的 是的 有這兩個 但是如果有時間 即是OK 當作用另一個角度去知道歷史 看這套東西 我覺得都還可以 是的 那暫時來到這裏先 我們都講了四套 我們Part 1來到這裏先 我們下一節再講其他的新版 我們下一節再繼續